老杨到处说 我们再试一下虚拟背景 活到老 学到老 不学就不老 还是要学 好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读报时间 那么先介绍一下 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个是路透社 香港社会沸沸扬扬 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说股票的印花税由0.1 提高到0.13 结果昨天200多亿的资金就跑了 南下的资金就跑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香港社会各界 还是比较评价不是太高 因为要考虑到一个 对证券市场和国际竞争的影响之后 就把0.1的印花税提高到0.13 征服不是太多 但是争议不少 因为现在香港的财政压力 市民企业还不能够向调薪税方面去弄 所以必须要在印花税来考虑 这是印花税的问题 第二半岛电视台 失去了豁免权之后 经济和法律违规行为会不会让特朗普送进大牢 这个事情特朗普已经没有总统的豁免权以后 官司就开始来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受到巨大打击 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拒绝实施干预 他选了几个大法官都不插手 支持联邦法官做出僵仪 特朗普相关的财务记录 移送纽约检方的决定 而且这是尼克松以来 特朗普是第一位没有志愿公布自己的纳税申报表的美国总统 还有两个的绯闻案正等着他 这个事情特朗普认为这是政治迫害 但是美国的法官还是造法法律办事 审判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将充满政治危险 尤其是现在一个如此分裂的国家 被美国去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 这个分裂会带出来 但是也许会是一种潜在的血崩事件 特别是对一个坚持利用法律制度谋取失利的人 看来特朗普这次不一定就能够逃得过 日经新闻谈得日本的一个零售商永望 他在中国建了数位化的模型 逆输到日本也就是所有的大数据 他在13个国家有2万家的门市部 亚洲地区屈指可数的零售产业 但是偏重于实体店 在电商这方面要向中国来学习 向中国学习这个电商 结果效果非常好 看来直接带货的花园于中国 那永望他就把直接带货的方式引进到了日本 而且效果非常好 日本跟中国之间也有这样的互比长短 法国国家广播电台谈的是蓬佩奥跟余茂春 联手的华尔街日报写一个长文章 直指中国实验室疏漏危害世界 他认为这一点来讲 直接的矛头对准了武汉批示的研究所 他认为这是一个科学议题被大大的政治化 甚至有可能成为阴谋论色彩的一个敏感话题 博明也掺了一脚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跟他的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 在华尔街日报写的中国实验室疏漏危害世界 这文章在国际上的媒体转载率非常之高 特别直指中国军方 中国科学家 还有这个问题 讲到世界卫生组织在问题上 可能有自己的模糊不见的想法 那么中国的国内网络也有人说 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 懈怠病毒的实验用动物被人贩卖到市场上 跟华南海鲜市场有点关系 反正是要拽在一起 好了 这个事情估计还会在发烧 纽约时报锁定的不是新冠疫情的疫苗 锁定的是中美两国之间 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叫战略猴子的储备 现在美国的科学家 在临床里找什么呢 找猴子 去年美国的新冠疫情席卷美国 全世界找不到 培育和考察病毒的猴子 而这个猴子 每一只售价超过一万美元 大概有十几家的公司到处在找猴子 找不着 没有订单的 这猴子的最主要来源 原来是印度 现在是中国 那么中国把它作为一个战略物资 因为它自己也不够用 美国开始在考虑 这个保留石油 古物 这些战略物资 是不是就保留一点战略的猴子 因为这里面的包括 美国正在重新评估 中国因为一个拥有自己 生物技术雄心的竞争对手的依赖 不要说其他口罩 消毒液 猴子都不行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能填补这个空缺 猴子的事情上了头版头条 德国之声谈到的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就是对邱泰山的发言有个回应 台湾的先生们 这位先生们 意思来讲 就是对九二共识 跟一个中国一中个表 看法不一样 尽管邱泰山是应该上任以来 民进党的官员 说话最软的一位 但是北京并不把他当一个事 认为还是在玩弄花招 美国之音 后任的中情局局长警告 这个消息呢 这个转播率很高 美国在以对抗性和掠夺性的中国竞争 而且是激烈的竞争 这个伯恩斯 CIA的局长 那听证会上讲 美国必须训练自己的间谍情报分析师 来应对不断加大了中国威胁 他把北京称之为 我们面临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那就跟北京这个新时代大国竞争 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他甚至上纲上线 把中国领导人形成为是对抗式和掠夺式的 认为习近平过去六七年的演变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令人警醒的警告 咄咄逼人不加烟事的雄心强势表明美国要面对的那种对抗竞争的本质 那么六十四岁他有可能成为第一位担任了美国CIA的职业外交官 当然他跟卡内基这个问题引起大家的争端 当然也讲过不要低谷俄罗斯 不要低谷伊朗 BBC 那谈到了王毅 中美关系 王毅最近的讲话呢 表明两国关系的温度差还是显而易见 王毅呢 谈到一个什么问题 波浪反正 三个放弃 那三个合作 但这个事情 美国的反应呢 到现在没有积极的 有正面的反应 那这里面呢 王毅呢 这是一个常识 跟杨洁篪讲话有点相似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中美关系很难实现突破 很难实现突破 这个中国的人大的这个国际关系销售 史英宏是怎么看的 澳洲国立大学的亚太学院的讲师 孙文迪也是这么说的 也就是孙美两国现在在过招 都在呼吁对方先动 这是外交上的一种试探 但是很显然 不可能马上达到这个效果 金融时报呢 王英良的一个长篇文章 他分析 中美关系需要捏盘之后的重生 捏盘 那就匹吉泰来的匹 已经到底了 那会不会重生呢 他有个分析 拜登政府需要回归传统的美式 宪政精神 遏止不断膨胀的国内安全力量 才能使中美关系恢复到正常 务实和理性的轨道上来 他做了一个回顾 这个回顾当然很长 但是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还要做出更积极的表现 当然中国也要对自己过去的一些东西 也要做一些调整 这来讲了 中美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倒退 是不是可以捏盘重生呢 不仅是金融时报关注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注 华尔街日报 谈的是习近平 习近平在如何重塑中国 这对西方国家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专稿 习近平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他承认要比邓小平以来的任何的领导人都要多 北京方面的官员认为 习近平的专制领导方式比西方民主更有优势 就举国动员体制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去年华尔街日报专门有一个文章 在研究习近平的政治模式 在如何重塑中国 以及重塑中国这种思维方式 行为规则这种模式 为什么会让习近平跟西方 直接的产生那么多的冲突 那么这里面呢 他有个发现 首先第一点的西方国家误判了习近平 第二呢 西方国家也误判了中国的经济的实际情况 第三西方国家也误判了中国国内日历腾生的民族主义 当然很多了 这个我们今天呢 读报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总的来讲呢 可以归纳这四点 第一 中美关系呢 现在是众所瞩目 能不能笔迹太来 能不能重生 大家呢 就注意到了 无论是王毅也罢 还有布林肯也罢 杨洁篪也罢 大家都在互相探底线 互相的试探底牌 红线在哪里 但是目前无论是专家学者 还是政治观家家来看呢 看不出任何改善和缓和的迹象 第二点 冠病病毒的源头 这个话题再度被炒了 而且会越来越热 蓬佩奥 宜茂村 博明 轮流上阵 咬的话题 就是这个 这个话题 就是说武汉病毒 就这个 病毒实验所 是不是整个冠病疫情病毒的源头 这个源头是怎么来的 无论是 博明 宜茂村 还是蓬佩奥 这方面呢 取出了他们所谓的大量的证据 来证明呢 源头就在武汉 源头就在中国 这里面呢 也 我估计这个话题啊 不会到此为止 而且会不断的来加温 变成了中美关系也罢 世界各地啊 关注这个疫情的问题也罢 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美国 他已经死掉了 死亡50万人 而且数字可能还在增加 这个事情远远超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死亡人数 所以这一点呢 我想美国人 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话题 第三 特朗普 会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官司 缠身呢 一般人 兴趣不大 这属于八卦新闻 尤其是两个女人告他 但是他体现了一点 美国的大法官 并没有受感情色彩的影响 美国的司法制度的 某种程度的严谨性 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的 你总统没有豁免权 你就必须要按照 法律的要求的形式 这一点让我们印象 也比较深刻 中国大陆现在呢 在内蒙古的煤炭事业 倒查20年 那特朗普也比较多 倒查 他这个偷税漏税 这个事情就够他吃狠几壶了 好了 第四 香港呢 没办法 没钱 增加印发税 即使是0.1%增加到0.13%也不多 但是呢 就引起肺肺痒痒 各种批评 旋重而至 昨天呢 南下来这里炒股票 有200亿的资金就被抽走了 很显示一个现象 香港的财政 第七 遭遇到困难 香港特区政府主要两个财政来源 第一个卖地 第二个呢 收取印发税 卖地现在呢 皇地产也不紧 怎么卖 也卖不了太多 土地储备也有限 第二呢 印发税增加了这么一点点 那么敏感 大家注意到 美国这个时候呢 是降低印发税 而香港现在是提升印发税 有人调侃 这个陈茂波 你还想当特首 一开始也就出了这么一招 很损 以后呢 会不会影响你的民意支持率呢 这事情呢 就对我们今天呢 读报分享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